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一件事能够对你的气质 身材 大脑思维 生活状态都产生积极作用 如果这件事还能让你长期维持健康的体态 饱满的精神 你会愿意去做吗 相信99%的人都会说 愿意 今天彦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如上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彦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村上春树说 肉体是每个人的神殿 无论里面供奉着的是什么 都应该好好保持它的坚韧 美丽和清洁 从现在开始 当你看到这篇文章的那一刻起 就行动起来吧 运动才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运动锻造你的身材 杭州有位外婆 已经52岁了 名叫张玉环 明明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 却能依然保持少女般苗条 有力的身材 那有力的肌肉 鲜长的线条 饱满的状态 都是运动赠予她的 张外婆48岁时才开始健身 每周去五次健身房 晨跑一天也不落 坚持到现在 她还能轻松 匹个一字马 比真正20岁的小姑娘 柔韧性好太多了 有网友感叹 26岁的我 身材比她伟岸多了 这和我们以为的52岁不一样 身高1.65米 体重从4年前的120斤降到98斤 体脂率仅为16% 没有多余的坠肉 还有完美的腰臀比 这多少人冒昧以求的身材啊 谁都希望在30岁的时候能下20岁 60岁的时候能下40岁 希望老天不要总是照顾那些光鲜亮丽永不老的明星 可真正能无惧岁月这把杀猪刀的人并不多 我们时常是一边羡慕着别人 一边又久坐久卧 抱饮抱食 等年纪到了 各种老毛病犯了 才会叹一句岁月不饶人 张玉环说 因为经常锻炼 以前的风湿性关节炎 颈椎病 腰椎病都没了 肌肉多了 身体基础代谢率就会提高 还不容易胖 想一想那些人至中年突出的小腹 松软的坠肉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这么体现出来了 运动才是最天然的保养秘籍 也是锻造身材的最佳方式 以及注意力集中度的提升 你有没有发现 当你精神涣散 工作状态不佳时 去运动个30分钟 又可以重新专注于工作 如果你晚上没有睡好 起床做个早操 跑个步 也能清醒不少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还曾有报告上说 与久坐的同龄人相比 那些经常锻炼的人的海马体体积增加了2% 而海马体主要负责长时间记忆的储存转换和定向等功能 说白了就是 当你长期保持运动习惯后 记忆力也会显著提升 你会更加聪明 年老之后患阿兹海默病的概率会更低 最好的例子就是钟南山 作为一位持续健身爱好者 即便已经83岁了 思维活跃度也不比年轻人差 抗疫奋战几个月 精神依然饱满 说话也始终逻辑清晰 铿锵有力 看到钟老这么优秀的示范 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再去为自己的愚蠢推脱 可惜 据一项大规模运动心理学调查研究表明 69%的人说 不去运动是因为没有时间 37%的人说 不去运动是因为花销太大 30%的人说 不去运动是因为没有地方 人是惯会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的动物 可也只有遭遇到扎心的反噬之后 才会明白 懒惰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 身体会给到你疼痛的警示 大脑会嘲笑你的愚钝笨拙 就连生活也将不再对你尽心尽力 运动修炼你的容貌 运动让人除了身材的改变之外 每个人的外貌 气质也都在变化 变得更加朝气勃勃 有力量 更加优雅坦然 有自信 变得更帅 更美 更酷 更洒 知乎上有个问题 长期运动对外貌的改变有多大 有个回答让人捧腹 照镜子都会忍不住爱上自己 的确 运动会帮你认识一个全新的自己 不少人曾经是个小胖堆 每次听到别人随口的一句 死胖子 就扎心难受 可当他们下定决心开始改变的时候 周围所有的一切就已然不同 MIA说 变兽之后的世界真的太亲切了 王小王说 不知道怎么的 我感觉自己好像更加自信了 以前走路从来不敢昂首挺胸 总是莫名自卑 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 看够了自己唯唯懦懦的样子 天边飘来一朵云说 我从140斤到98斤 真的不容易啊 可一切都是值得的 人人都说我漂亮了 虽然别人的话不重要 可谁都喜欢听赞美 真的 太爱现在的自己了 当肥肉变成肌肉 当混沌的精神开始清醒 当3XL码缩成了M码 当皮肤问题逐渐消散 当脸庞开始染上坚毅的味道 当赞美声蜂拥而至 当你的世界从此改变 运动会是你选择新生的最好的助手 运动重塑你的生活 天津有一位非常出名的中国最美奶奶 她叫白金琴 现今75岁了 你看她体态匀秤 衣着时尚 一举一动都是自然的风情 哪怕满头白发 也挡不住自然散发的魅力 澳大利赫本曾说 女人的美丽是跟着年龄增长的 有些人还年轻着 却已经老了 有些人已经老了 却还年轻着 女人就该活成这个样子 哪怕一只骨膝 也依然优雅从容 她60岁才开始运动健身 有人问她为什么 她说 因为我失去过健康 因为长期久坐 积累下来的职业病 转化为癌症的时刻 她仿佛看到了 自己衰败的样子 做了手术之后 她的身体也大不如以前 60岁的人了 身体还能如何 有更多奢求呢 可她不甘心 而人一旦不甘心 改变的渴望就油然而生 15个年头 无数次的跑步 拉伸 普拉提 跳绳 所有光鲜亮丽的背后 都有无数次的咬牙硬撑 当汗水滴落至地板 化成一次次 无法细数的痕迹 有人一点点 活成了自己 梦想中的模样 白雪芹的身体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生活也随之而改变 她会更加用心地 打扮自己 穿合体的衣裳 化清淡的妆容 她会给自己 做一顿精致 有营养的早餐 耐心地享受美食 她能轻松使用手机 经常在朋友圈 分享自己的运动生活 她不怕人嘲笑 和年轻人一起上健身课 也从不觉得丢人 她活成了同龄人 不敢想象的样子 有人笑称 她是七十多岁 活成了少女 而本身就是十几岁少女的人 却贪成了葛优 可叹 人生果然没有白走的路 每一步都算数 去运动吧 趁着还年轻 趁着还没得重病 趁着时光正好 你我未老 法国著名医生 蒂索说过 运动可以代替药物 但所有的药物 都不能代替运动 谁也不想奋斗了大半辈子 得来一身伤痛 春光灿烂 前路迢迢 正确一个开始运动的你 愿你不妥协 不气馁 不将就 脚踏实地 坚持这几个好习惯 一步一步 朝着你想要的未来努力 岁月静好 愿我们都成为更好的人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